主席 各位同仁 这个条文啊 原来的31条 那么这个民主军方党团啊 要求把原来有的这个全面平和啊 其实是可以废止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法官评鉴制度 已经建立了个案评鉴之后 这个全面平和其实是没有必要 那么本来的这个对于法官和检察官的 全面平和制度 本来包括在立法院审查预算的时候 那么也引起诸多的议论 那么最重要的是 其实是成效不彰 我想本院委员像我这样啊 曾经因为这个作为诉讼当事人啊 那么三年一次的这个平和 拿到问卷的可能不多 那么这个问卷呢 在第二次的 也就是前年的 三年一次的全面平和 第二次啊 有司法院特别委托了 中央研究院做了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评估 那么发现啊 成效非常非常的差 其实花了好大的力气 好大的资源 但其实效果是非常有限 中央研究院 对于第二次的这个 法官全面平和做成106年第二次 各级法院法官平和研究成果报告书 里面表示 案件数在受平和的十一万五千八六五千六百八十四件里面 只有三万 三万五千两百零四件 那么有答复 也就是这个答复的比例啊 是大概百分之十一点九 那么这些回收的问卷里面 有评语 而且总体评价为负面 而且有阐述负面 具体事实的 只有一百二十七件 那么其实在个案评鉴 这个实施之后啊 包括 这个诉讼的这个当事人啊 可以对于法官具体的表现 那么提出评鉴的要求之后 这个饱受批评的全面平和 其实是应该可以取消 那么对于我们对于 诉讼当事人的保障 对于法官 淘汰不适任的法官 已经有这种个案评鉴制度建立之后 过去的实验性的这种全面平和 这估计曾经被视为 是司法改革的一大步 在经过实验之后 发现其实成效不张 在这个阶段 在下一个阶段 其实就已经可以取消了 所以民主经负党党团 在这边主张 把这个全面平和的这个条文 就可以拿掉 谢谢